Lin先生,ASUS是否出了新機呀? 你肯定在說ZenFone 5啦 雙鏡頭分別用了1200萬像素 Sony IMX363 Sensor 1.8光圈 加上800萬像素,2.2光圈,120度廣角鏡頭 而ASUS ZenFone 5更加是ASUS首角加入 人工智能AI處理能力的智能電話 拍照的時候,它會幫你進行即時分析 針對不同的環境和主題調整 還有學習最適合你的設定 更越用越順手 我留意到它是全屏幕 這次ASUS ZenFone 5用了6.2吋,19比9吋屏幕 高達90%的超高屏幕比例 剛剛好,我就拿來看YouTube大屏幕 享受當然特別爽 不得不提就是面容解鎖和指紋解鎖功能 配合Snapdragon 6368核心處理器 流暢動我給滿分的 剛剛我見你還有支持拍棍的 這個DJI Osmo Mobile 2就厲害了 首先就用iPhone連接它的專用APP 當你拍片的時候 就算你邊走邊動 Osmo Mobile 2都可以自動幫你調整鏡頭 令到畫面保持穩定 還可以用操控桿,控制電話 玩變焦的時候就更加專業了 拍得住電影級數 去旅行的時候,不妨用Osmo Mobile 2 拍攝屬於你的VLOG 拍攝屬於你的VLOG